第五波疫情嚴峻 香港政府興建多個方艙隔離設施 提供給確診者隔離休養 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 社區隔離設施 以及粉麗馬適路社區隔離設施 就由警隊來負責管理 今集就讓我們看看港珠澳那邊的情況 我們是來自香港警務處的 丙丁部門應變部隊 我們被調派到保安局的抗疫特遣隊 負責管理社區隔離設施 確診的市民會由消防署安排專車 送到社區隔離設施 當他們被送到我們這裡 我們會先為他們辦理入住登記手續 並了解他們有什麼特別的需要 為了令入住人士盡快適應這裡的環境 隔離設施會提供一系列的配套給他們 這裡每日都有中英文報章 每星期有本地雜誌送給入住人士閱讀 也有玩具送給小朋友玩 另外隔離設施的洗手間和浴室 都長期保持衛生的狀態 在膳食方面 我們會定時提供三餐給入住人士 每餐都有四至五款的菜式選擇 包括肉類、素食以及清真食物 同時會檢驗飯盒的重量和溫度 確保食物質量符合要求 而每個房間都有電蒸爐 以便入住人士可以把食物翻譯至喜愛的溫度 另外隔離設施設有一個24小時的熱線中心 提供給入住人士 接聽熱線的是一班非公務員合約僱員 他們是來自不同工作界別的前僱員 例如有旅遊業、航空業、教練界別 以及其他服務性行業 而入住人士可以隨時打電話或發短訊去諮詢 或講出他們自己的需要 我們的管理理念是以人為本、小區管理 我們熱線的同事也會主動致電問候和關懷入住人士 尤其留意小朋友和長者的需要 陳婆婆,這裡是港珠澳熱線 吃了東西嗎?吃了嗎?好啊 有沒有不舒服? 你有什麼可以答案給我們? Annie和同事也會將一些有心人送來的物資 送給入住人士 希望令他們感到穩戀 有一天的早上一位男士打去我們的熱線 說他連結的媽媽在一天前入住我們的隔離設施 而當日他的外傭也染疫被送到我們這裡 男士希望我們可以安排外傭和他媽媽同房 以便照顧 在查核過相關的資料之後 我們很快就安排了這位外傭和婆婆同房 男士之後也打電話給我們致謝 令我們的同事都覺得很開心、很欣慰 其實我們在社區隔離設施所努力做的一切 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令到每位入住的人士 都可以安心地度過隔離的日子 健康地回到家與家人團聚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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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